原路路 浴板混凝土車開在路上 浑然不知砂石泄漏 弄得滿地都是 汽車經過還好 兩起大片煙塵 但機車就很容易打滑 甚至爆胎 這機車車到沒有了 機車車快點會出現 會出現 但是那一台在出現 出現到這裡 早上8點多 南投民間張南路上 混凝土車準備開往肉品市場 2公里路程 地上留下灰白色砂石 民眾覺得危險報案 業者也趕緊叫車來灑水清理 警方找到駕駛 工程式機械故障 覺得十分抱歉 雖然沒有釀成意外 但確實影響行車安全 警方決定依法開罰 路面沙土中間還有小石頭 業者除了灑水之外 也找人來清掃 希望越快排除越好 不然等到下班時間 車流一多出意外 可就不是腳發彈 這麼簡單了 記者 鄧永祥 張照鋒 李雲杰 南投報導 我是張貝姿 播報新聞讓我增廣見聞 家事 國事 天下事 事事關心 也帶您一起掌握 每日時事 與時俱進 所有最新消息 熱門話題 都在中視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 分享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